主席本席想邀请主委 请主委 行政院动起来 说要全面的来保障食品的安全 不让这个王国 国王的王 不沦陷于沦亡的王 那么全面动起来 刚刚我们特别听到主委说 这一个蜂蜜 蜂蜜存不存要怎么看 主委 我们请改良厂的厂长来 刚刚你告诉我们说 存的大概要一斤 一台斤 500块 700克 700克 就一斤多 一斤多的 那么大概要600块左右 对对对 好那我们怎么样去认定存跟不存 我们现在农粮署有跟改良厂有做他那个标章 有标章的一定是百分之百存的 但是他写百分之百存的我们就要去检验 因为他没有标章的话 他有可能是这一个 都没有标章啊 对那这样就不一定是存 都没有标章啊 那就我们民众要怎么样去认定 他到底存或者是不存 怎么认定 来专家说明 那请厂长 他是苗栗厂 苗栗厂的 基本上比较可靠还是要 标章 那怎么标章啊 就像主委说的啊 投资两百九十九一百九十九三百九十九啊 那民众要怎么买 请教你专家 假如没有标章非破坏性 就是说破坏性就是可以把它拿开封以破 那摇一摇也可以见别 就那气泡要消失的比较慢 那表示里面 气泡持久 对 就是冻到骨尾气泡 就是真的比较多嘛 啊那动到骨尾气泡要动多久 就是比较大 他是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 大概不到 因为我们一般的经验大概要超过十秒钟 十秒钟超过还保存在就是在 好 其中之一的 主委 你告诉我们 蜜蜂 还是蜂蜜 不存 砍头 一斤五十 他五十没有写价格 到底是圆还是多了 还是雷 到底这个 他是蜂蜜不存砍头还是蜜蜂不存砍头 我想我们经常在路上都看了几百 不存砍头 这个是蜜蜂不存砍头还是蜂蜜不存砍头 一斤五十 我想这么低的价格 我们实在是难理想象 有没有欺骗民众 这个要经过检验 但是通常卖这么低的价格 因为你刚刚告诉我们 六百克拉姆 七百克拉姆的大概存的 五百到七百 五百到七百 那这个五十 所以台湾的民众 消费者 处于不安的阶段 因为所有的砍帮都是这样 那这个砍这个头 如果依照 刚刚主委所说的 这笃定不存嘛 一斤五十 美金也不可能嘛 就是台湾的金 以台币嘛 那这个砍头要砍谁的头啊 蛤 要砍谁的头 他没讲耶 他原来的广告是要砍他的头 砍卖的人的头 对对对对 官员要不要砍头啊 每天都是看到这样的广告 这个资讯这么清楚是错误的 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 让民众都是处在错误的观念 那是要砍头啊 那砍谁 除了你的认知是说要砍这个卖的人的头 那他自己讲的啦 他自己讲他要负责 那你看到的人 身为官员要不要砍头 我想我们也要呼吁消费者 我们一直去追求廉价的一些产品 我们就认为是一个好的东西 从早到晚到现在 你都有这个概念 对 我们是一个行政部门 第一个 本席提到 广告已经不实 你也说要砍这个生意人的头 那为什么我们不给民众说明清楚 我们做一个民调啊 有几个人知道 纯的蜂蜜 七 这个七百 古拉姆的要六百块 还没有听主委讲以前知道的请举手 没拨的人呢 只有一个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实安这么严肃的一个议题 严重恐慌的这个情境 我们不全面出击 至少第一个 让我们的民众有正确的知识 而不是只有 去说民众你要买的是便宜的 不能这么说 你没有告诉我 当然越消越好啊 现场的官员高级知识分子都不知道了 你要要求民众 怎么可能隔行鲁隔山都会这样的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政府的责任 应该要很清楚的告诉消费者 你这样说就对了啦 你要全面去宣导 对 因为既然我们CAS GMP 在一个月之内 六千五百五十项 品项都要检查 就是要非常明确 去告诉民众 才能够真正全面围堵 我想消费者的教育啊 也是未来农委会应该要积极去做的一件事情 不是消费者的教育率 是说正确知识的宣导 你也说清楚 什么教育 你没有正确知识你怎么教育他 对不对 所以本席要求我们的宣导 正确知识的宣导 应该要全面出击 让民众可以安心 好 立即行动 好 好 接下来本席要请教哦 我们早上大家非常关心的明众 明众 明众 你告诉我们说 我们都用光了 所以你不用怕 哪有人这样说话呢 接下来又告诉我们说 所做的飼料的样本 我们都保存三个月 从什么时候开始保存 他大概是五月了 五月最后一批用完 他就保持 原来的这个 样品他们 各飼料厂都保持 其实我跟委员报告 一直去谈棉子破 这个棉子破 用在飼料里面全世界都在用 而且它用量很少 按照科学的研究 他用到10%以上 都没有任何的这个 棉子分残留在 鸡啊 或者是这个牛的这个 牛奶跟血液上面 所以应该是相对安全 大家听到 是非常安全 但是本期刚才回到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的结论 为什么我们农委会 正当这么热情在讨论 民众恐慌的议题的时候 为什么农委会不正式告诉民众 他真正的原因过程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有 我们只有告诉他说 这三家 那我们就用了 所以免惊 不是不是 那那个不是用完了 我是跟高委员在谈说 他要加强检验 我说我们对于下一批来 我们一定要加强新的这个检验 所以民众高度质疑 也就是说 这个棉子破 到底有没有 没有 留到飼料以外的食品 没有 大家关心的是要这样子 没有啊 你拍胸部保证嘛 我保证啊 我已经发了 兩次新闻稿了耶 你的新闻稿 这么不过来 都没人要给你看 对不对 我们要 要拜托我们的媒妻朋友 对 本来你就是要 无所不用其極 去让民众了解 發一个新闻稿工 传真事情过 谁要理你啊 对不对 你今天啊 打一个赤膊 拍胸部说 绝对没问题 绝对上头条 怎么样啊 主委 你提起来好 你在怕什么 本席给你的建议怎么样啊 我想这个 有效啊 大家都在笑 有效啊 我想不用不用 我们讲这个去查了 他的流向跟他的用途 跟他的检验报告 本席用幽默的投语跟你讨论 我们认为他是 在这个系统里面是安全的 本席强调的 正确的事情 情势 要让民众非常的清楚 是 这个我们要加强 不要都蒙着 民众恐慌 正如无力 这不对的啦 我们要加强 对不对 好 怎么加强 怎么加强 二波啊 打来继续一样这样做 民众一样恐慌 这是本席绝对不以认同的 是 怎么加强 我想我们会 第一个时间把正确的讯息 告诉我们的国人 不要 无谓的去恐慌 无谓的去恐慌 因为 事实上 没有一个政府 愿意说 我们 这个是 有问题的 我们跟他讲没有问题 不可能这样做 所以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消费者 本席建议你 既然 讲话是要让我们的民众听得懂的 不是讲你自己听得懂的 而且你的传声筒没有出去 本席运用了八分钟跟你讨论了这个议题 是 所以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去改善 好 本席刚才跟你建议的方法不错啦 你用到头版的你绝对有效的我不给你拍 对吧 我没给你拍拍手 我请 我再请教主委 我们的水版法归里头 我们冷静来思考 农民陈族林地坡度21.5的偏高的 是不是 可以让已经 我们去检讨 对 这个我也 那么可不可以 解编为移农地 真正来达到 地境其力 我们现在水保法修订之后 我们在私有山坡地里面 我们还有16万 16.5万公顷的私有的山坡地 这一块我们 我也 请这个林路局跟水保局 要彻底的去按照他的区块 时间多久 多久 我们现在是 请给我们一个时间 要去检讨 编定的部分 所以我马上 好 请告诉我们时间 你告诉给我们一个时间 我们可以等待 但是我们要得到 正确的知识 不是全部 当然 我们一开始 我们弄好开始做 我想大概半年之内 我们就开始来 半年之内 明年的4月份 告诉我们答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民国58年5月27号 行政命令 成租更地 到目前为止 我们依旧以民国58年5月27的 行政命令 去执行之 那么跟我们的国有财产法第42条 是互相抵触 请教主委 局长也在这边 我们是不是应该拿出来检讨 请教 跟委员报告 跟委员报告 这个分别就是在一个是公用财产 一个是非公用财产 但是刚才已经提案通过 我们会就这个部分来研究看看 有没有 连接多久时间 告诉我们答案 刚才的提案里面是没有时间 我想这个时间 所以本事请教你啊 半年 半年 你怎么办 法令啊 对 我采访第42条啊 对 你们从民国58年 58年当时我才4岁而已耶 对 对 我了解 我现在都快这样了耶 没有 我八岁 你八岁 缩短时间 18岁 因为依据的法定规定 不能在那么长时间 三个月来啦 这公多啦 好 三个月内 最后一个 也是年代第二项的 58年许可农民 30平 30平来盖公寮 以前的公寮就是等于农民在那边休息嘛 到现在 从我四岁的法令 一直到现在我快五十的法令 还是一样30平 我以前这么小一个 我现在这么大一个 要不要拿出来检讨 对 这个可以检讨 不过基本上他公寮就是一位 是厨房农具 然后这个在做临残 要不要拿出来检讨 因为我的山顶 身上又不是全部平面 不是平面的30平 而是坡度型 菱形型 他的三十平跟平面的三十平是不一样的 而且山顶有可能 他在那边休息喔 对吧 不得了 风太大 不得了 拿出来检讨 对 应当吧 三个月内告诉民众好不好 三个月内告诉民众 因为这个违反常态嘛 从主委在这边 主委 民国五十八年五月二十七一直到目前为止 好我们来检讨 我们不做检讨 这个是离谱至极啊 我们来检讨 但是我要给委员报告 好了 这些扩大的部分 有些是 就开发成为民宿啊 本席非常同意 我们就实质 当然 本席也同意 就实质 需求 我们去做检讨嘛 好 三个月来跟大家報告 好